多莉一条蓝堂王鱼 阳光开朗 乐观向上 患有短期记忆丧失症 马林不善说笑 在荀子时受过多莉的帮助 丢掉胆小和犹豫 踏上帮助多莉寻亲的旅程 尼莫 马林的儿子 一条橙色带条纹的小丑鱼 爱冒险的他调皮而顽强 在第一部结束后一年 总失忆的蓝堂王鱼多莉 跟小丑鱼父子成了邻居 有一天他随尼莫去上学 路上遇到了举家前夕的福红 勾起了他对家的向往 多莉决定去寻找自己的父母 在小丑鱼尼莫和他的父亲 马林的帮助下 他从澳大利亚大宝礁 来到了美国加州海岸 在海洋生物研究所 多莉遇到了一只脾气暴躁 经常让研究所过圆 找得团团转的章鱼汉客 多莉掉进了那只 写有孕儿的装满鱼的桶子 并被喂食的工作人员 倒进了孕儿所在的水箱 孕儿是一头 有严重近视眼的惊沙 她是多莉多年的朋友 在多莉向孕儿打探父母的消息时 认出了多莉 并告诉她 她的父母在深海奥秘展区 在这里 多莉结识了一头白金贝利 贝利坚信 自己的生物生纳技能出了问题 多莉和汉客游到水面 寻找其他逃出去的办法 就在这时 马林父子也在焦急地寻找多莉 最终两父子在多莉 绝不放弃的精神鼓舞下 利用喷泉到达了隔离区 多莉和汉客决定 利用儿童车进入道展区 他们沿着路标的指引行进 不幸的是 半路上多莉的健忘症又发作 走到了与深海奥秘展区 相反的方向 误入了危险的儿童体验区 最终汉客在危险关头 释放出防御的墨汁 解救了自己和多莉 他们成功来到深海奥秘展区 汉客与多莉友好告别 多莉一个人的寻亲之路开始了 望着海底的贝壳 多莉回忆起小时候 父母对她说过的话 跟着贝壳回家 途中遇到的小螃蟹告诉多莉 她的父母被送到了隔离区 并会被运到克里夫兰 健忘的多莉在管道中 又一次迷路了 白金贝利利用生物生纳技能 帮多莉去往隔离区 途中多莉与马林父子重逢了 在马林父子的鼓舞下 迷茫的多莉再次踏上了寻亲的路 三人顺利到达隔离区 其他的蓝桃王鱼 却告诉多莉 他的父母早在几年前就失踪了 慌乱中 多莉被冲回了大海中 镇定下来的多莉 在深海又一次发现了 她喜欢的贝壳 所有的贝壳都指向同一个方向 顺着贝壳路 她来到了一个熟悉的地方 并最终与守候在此的父母重逢了 而此时多莉突然想起 自己的伙伴马林和汉克 在被送往克里夫兰的卡车上 多莉在贝利和孕儿他们的帮助下 回到了卡车上 解救了马林父子和汉克 多莉劝说章鱼汉克 与自己一起回到大海中 汉克最终被打动 并与多莉一起夺回了卡车 他们驾着卡车 带着车上的鱼类 在海鸥的帮助下冲入大海 多莉与父母马林父子 汉克重新得到了自由 团聚在了一起